大门缓缓地打开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这边好像是往学校后门去的小路吧 江云指了指左侧那条路 对 以前咱们逃课就走的这条路 赵鹏着急应河道 走那边 出门后不远 就是小吃街了 江云皱了皱眉 大家跟紧了 注意安全 我们捏手捏脚地往前走去 突然 有两只丧尸冒了出来 我心里惊叫不好 江云皱眉举起手上的武器 前面再拐不弯 一直往前走就在学校后门了 你带着他们先走 我来断后 说完 他就走到了人群的最后 屈文泽也留了下来 看着后面口腿直的丧尸 再看看其他几个同学害怕的神情 我几乎没有犹豫 因为我知道以他俩的能力肯定可以应付 便迅速领着其他人往学校后门走去 停下 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打个手势 示意所有人停下 大门是锁着的 但我远远地看到有个人影在门卫室里晃悠 仔细一看 烂人手里好像还拿着铁铲 肯定是门卫 我去看看 我跟那大人说 说着鲁达率先摸了过去 我们藏在暗处静静地等待着 大爷 大爷 我听到鲁达喊了他两声 可大爷没有反应 于是鲁达又去拍他肩膀 大爷这才停下蹒跚的脚步 突然 他脚背身歪的脖子张开了血盆大口 看得我一阵心惊 糟了 他被感染了 鲁达慌忙后退躲了过去 我趁机冲上去用武器抵制住他 以防他咬到鲁达 鲁达直接躲走了他手上的铁铲 并将他扑倒 然后死死地压在身下 伸手去摸他鲁兜里的钥匙 我似乎看到鲁达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身体也在微微颤抖 然后我隐约听到大爷含糊不清的声音 已经被感染的大爷居然还残留着一丝意识 我听到了鲁达有些颤抖的声音 他不忍心下手 可我心里也知道 这种时候不能手软 即使现在他有意识 但他已经感染了 于是我拿着手里的武器给了大爷最后一击 我们用从大爷身上找到的钥匙 成功打开了学校的后门 与此同时 黑暗中到处都是丧尸的吼叫声 就在我们反身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 在黑暗中看到了两个人影 江青按住要锁门的罩棚 等等 是江云他们 快呀 快呀 你们再快点 我们无比焦急 毁随着他们而来的还有黑暗中的丧尸 就在两人踏出校门的那一刻 我们立即将铁门重新关闭 即使耳边还会不断传来僵尸的低吼声 但我们知道这道铁门让我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怎么样 你们都没受伤吧 没有 在确认全员都没有受伤之后 我们开始向超市进发 我们一行人借助月光在小吃街穿行 一边观察 一边前进 没费多少功夫 我们便来到了目的地 一家看上去很有年头的超市 这门怎么是锁的 赵鹏走上前去 撞着胆子推了推门 发现上面挂了锁 我记得丧尸不是从前几天中午就开始了吗 怎么还会有时间锁门的 鲁达朝两边看了它 然后指着侧边的一个过道对我们说 我记得这旁边的过道里应该是他们的仓库 说不定能进去 仓库的铁栅栏门确实是半开着的 但里面一片漆黑 大家都小心点 里面太黑了 我提醒着大家 然后第一个钻进了铁门 进来后我才发现这仓库里真的是一点光亮都没有 突然 一阵轻微的摩擦声传来 不对 有情况